好回到蓝宣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三 我们谈健康谈医疗的单元 那在今天的话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针对在前一两个月的时候 引发起蛮大的讨论 甚至逼得我们的总统蔡英文还介入 让整个有关于医材 到底是不是应该设定一个相关的价格上限 这个事情突然之间踩了刹车 也让过去这段时间在疫情底下 不断胜时钟的陈时钟 部长那一次算是一段时间以来 第一次好像碰了一笔子灰 那所以呢 接下来踩了刹车之后到底该怎么办 就卫福部的说法是说 先暂停实施 本来在8月1号就开始实施的 然后说暂停实施进行讨论 那这个话题因为对于一般来说的就医 一般的病人病方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非常的关切 这也是为什么健保署会想要去替消费者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它也同时引起了一届极大的反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承诺 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来跟大家谈一谈 既然我们政府打算花一点时间来进行双方的沟通 所以这个政策说法上面是说 只是暂缓并没有说就取消了 那所以双方彼此沟通之后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所以我们也希望让医病双方的意见 都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能够来反映出来 现场邀请到的两位来宾各自代表的是医病双方 一位是心脏研究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这个袁明奇医师 他也是台安医院的心脏血管外科的医师 另外一位是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秘书长 吴荣达秘书长 那他自己本身是律师 他也担任过四年的健保委员 好那这个话题当然是非常的 在前段时间是讨论的非常非常热烈的 那经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稍微的沉淀一点点 有没有稍微的轮廓更清晰 问题更浮现 整个的脉络更清楚 我想先请教一下秘书长 据我了解了 自从上一次6月13号部长开了那一个座谈会以后 我如果没有 是现在他就开了一个座谈会 对他开了一个座谈会 6月13号开了座谈会 那开了以后呢 就在6月底 还有7月份好像要再开两次协调会 那这个两次协调会 就是对于这一个上线的订定 与否或者是怎么订定的部分 又要开两次的消费 据我了解是这样子一个后续 所以6月13那次你有参加 那7月份的还没有开 对没有开 那7月份的这两次的话 部长会会出席 然后署长林博彰 应该是署长来 应该是健保署来开 应该不会部长来直接 所以看起来你觉得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似乎有要做下来 双方沟通的这样一个诚意 其实在6月13号开会的时候的结论 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8月1号暂时不实行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对那个极端的一个 高教的部分呢 确实应该要订定一个上线来到讨论 那第三个呢 因为这次健保署呢 他所订的这样子一个上线的价格 大家认为说确实有比较粗糙一点 比如说不同功能呢 把它绑在一起 或者是不同厂牌把它绑在一起 或者不同的一个 我们讲说眼镜的一个 有的比较尖尖 然后有的可能是过去几代的 然后把它绑在一起 那这次呢 可能要陆续讨论呢 可能就这一个 把它分别功能 分别厂牌 然后来订定上线的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细致的这样一个讨论 我了解是这样子一个方向 可是刚刚秘书长特别讲到说 6月13号那天就已经有这样子初步的共识了吗 是说要定上线吗 因为一级一开始一反弹 就是不要定上线 后来我印象中在媒体报道里面说 他们如果愿意妥协的话 妥协一点是说可以管理 但是不定上线 其实我当天因为是参加出席的 我们如果看那个组织稿的话 事实上有几位八言 我讲的是一届的几位八言 虽然是不多 但是他们也认为说 如果是不合理的一个价格 定一个上线 他们基本上还有几个人 还是愿意赞同的 就像你刚刚讲 比较精细的区分的话 他们是愿意的 事实上是有愿意的 OK好 那这部我们待会可以请教一下 袁明奇医师老 让他来再反映一下 这个一届的意见 不过刚才秘书长讲到说 有一些部分可能更精细的去区分 我想这个部分对于消费者来说 就是蛮重要的 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 李伯彰署长会说 他开了一段时间的会议 广征这个病方的意见之后 就宣布说要针对八大类的 衣裁三百多项 要订定上线 最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八大类是哪八大 我还是把它念过一遍 既然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问题到底讨论在哪里 未来可能总是 自己还是家人可能会用得到 特殊功能的人工水晶体 这是眼科 特殊材质的生物组织心脏半膜 这个心脏科 治疗前骨动脉 狭窄的涂药装置 这个是心脏科 冠状动脉的涂药支架 这是心脏科 然后特殊功能的人工心率调节器 这是心脏科 治疗复杂性的心脏不整脉 消融导管 这是心脏科 特殊材质的人工髋 髋关节 所以这是骨科 髋关节 这个部分 再来是调控室的脑室腹腔 引流系统 这个算是脑科吗 还是脑科吗 价格都很高的 这个价格很高 所以这是八大类 总共含个300多个项目 当初一届的反弹是觉得说 因为项目那么广 你看如果说拿300多个项目 去处理这八大类的话 等于每一类 就有可能有400多个 40多个项目 那如果说这些40多个项目 你只定一个价格 第一个上限 真的八大类 那这个才太粗了 但如果说你针对项目再去定 但事实上同一个项目 有不同品牌 那这样也不公平 那所以呢 现在秘术长的说法就是说 针对同样项目 同样品牌 甚至同样的世代 因为有一代两代 都去定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当天的发言 也是朝向这样子 觉得应该再更细腻一点 不要那么粗糙的 把它唬唬唬唬唬 就把它绑在一起 那绑在一起会觉得 有一代两代三代 事实上它价格真是不一样 然后你定了一个上限价格 就是同一个价格 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打个岔 那所以当初健保署公布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上限 我是没有序幕去看一下各个项目了 那我只知道说它的定价的方式 定价方式也是一个大家没有办法来接受的 因为事实上就这一个法规上来讲 它有四种的一个定价的方式 包括例如说采购价格的中间数 各个医院 而且它是采取的是 就进货价跟卖价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在讲说是采购价格 采购价格就会比较低 采购价格的中间数 然后再除以这一个我们叫做健保的点值 点值可能很多人听不懂 例如说我们去看病来讲 它就例如说给诊查会给300点好了 300点不是代表300块 因为看这个经年度 大概一点大概是多少钱 还有换算给你 现在大概低于1块钱 像现在医院的部门的话 大概是0.8多 不到1块钱 0.8多 只有要的部分才1.1块钱 那0.8多 所以为了这个点值太低的状况 所以它用储的 中间加储以0.8多 所以会比中间加储再更高一点 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式 还有我记得好像是国际价格的平均数 总共有4种就是了 然后它这次采取的这个计价的价格 可能是对于医疾来讲是最不利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4种方式 其实其中有一两种方式 事实上可以来讨论 忘记那4种方式 我知道有4种方式 没关系 那你自己也觉得不合理的地方是哪个 其实如果有其他方式的话 其他方式例如说 因为它现在采取是医院跟医学中心的价格 那事实上可能就像医界讲的 诊所价格可能会更高 因为采购量不太一样 采购量不太一样 这是很大的关键 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平均价格的部分 中间价格的部分 是不是要把医疗院所全部都涵盖在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讨论 因为毕竟可能采购少了 它的价格可能会采购成比较高一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讨论 那再来就是国际价格一个考量 因为一切一直讲说 这个如果国际价格比国内 你现在核定的价格还要更高的话 那谁要进来啊 看起来是这样子 有这样一个 那如果国际价格真的是 比国内的价格要高的话 那我是用这样子一个国际价格的平均数 来做计算价格 这个也是合理的 因为我之前也曾经在这个供领会 特采的供领会 我也曾经是这个代表之一 那我们也看大概有几个特采的部分 或是要的部分 事实上是采国际价格的平均数的 所以这个也是有考量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八大赖 如果因为我们也细看说 到底有哪一些是高于国际价格 原来是低于国际价格 如果有国际价格可以参考 然后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是国际价格可以参考的 所以是四种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比较分析 这四种到底哪一种呢 是比较合理的 比较应该采的 把它放进来 大概一届反而会比较小一点 对 OK好 所以这个密书厂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也可以接受的这个调整 就是说大医院跟小诊所之间 因为进货量的关系 价格一定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你觉得可以合理的调整 可能让它稍微再拉高一点点这个上限 再一个就是国际跟国内之间 这个部分看起来也是有些价差 那过去本来没有把国际放进来 那现在你们也同意 国际可以放进来 寻求一个可能再高一点点的上限 但原则上来说 你还是觉得应该 逐项 然后逐品牌 然后每一个世代 就要定一个价格 它不是range 对不对 不是range 你认为不应该是range 不应该对range 我提一个例子好了 例如说我这次我们为什么 就我们消经费的立场 或者说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要希望定一个上限 其实我们也去分析 刚才有讲说 整首可能采购价格比较高一点 对啊 因为要买的少 可是我们去看了一个资料 就是这次公布了这个资料 我们看了比较最高的前三名 跟最低的前三名 我举一个品项而已 最高前三名跟最低前三名 刚刚好 前三名呢 刚好有一个医学中心 一个医院 一个是诊所 最下的刚好是一个医院 一个医院 一个医学中心 一个诊所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这个诊所或医院 或是医学中心来讲 他们定的价格 确实有它不合理的一个部分 有它 比如说诊所 到底来讲应该比较高一点 可是它还是有很低的啊 所以那个采购价格的高低 已经不是他们所制定的 那个支付费用的上 那个价格 如果说因为小质的 总是买的少 所以单价因此都高的话 应该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但是在这个里面反映出 有些好像又很高 有些它却卖的最便宜 所以就一定有别的原因 就是现在那个定价 有些真的是浮夸了一些 所以我们才认为说 这样子的消费者资讯不公平 然后这一个医院关系 不公平的情况 应该定一个上线 我们是这样想法 OK好 所以医生的态度又是怎么样 我们又休息回来 这个请教袁医师 那我简单讲一下 比如说在前段时间 争执的时候 其实在有关于 这个自负差额的医材里面 同一品牌 我们还不是讲说 同一类产品 同一种 同一类产品的同一个品牌 单价最高的 确实是混乱到 可以差11万 这差太多了 这差太多了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 怎么样是寻找一个呢 有利于医病双方的最后的好的方案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在现场 邀请到的心脏研究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这个袁明奇医师 还有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秘书长 吴荣达秘书长 来聊 有关于这个医材争议的话题 好 那这个医材争议的话题 我想终究是要去处理它了 因为第一个 药价这么的混乱 对于病人来说 确实是一个困扰 那当然现在呢 这个健保署在经过这个风波之后 也马上的把这个自费医疗网 这个医材网 马上把它做的更 希望提供更透明的资讯了 那但是这是一个 但回过头来 就算资讯看起来透明 但是你本身的资讯 得要有一个清楚的游戏规则 那让病人看了以后呢 觉得是合理 那所以这个可能被认为 比较不合理的地方 在于说 为什么不能够制定上线 所以我要请教袁医师 就是当初医界的反弹 那经过了这段讨论之后 刚才秘书长也讲了 他们可以退一步 那他们是针对同项目 同品牌 然后呢 同样的世代的医材 才做价格的这个订定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是个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在整个制作 这个过程中 好像并没有人真正了解 为什么价钱会差这么多 我们在电脑上面 文字上面好像都写说 这是一个血管支架 这是一个心率调节器 这是个什么东西 但东西的价差 到底在什么地方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 11万 我们刚刚讲到11万 就是说参与这个 制定的过程中的这个人 有没有亲自操作过这样的东西 你不能光看一个电脑文字上面写说 这个叫做心血管支架 这个叫做心率调节器 所以这个叫心脏半膜 所以我就只能定一个价钱 在那个地方 那同一个时代出来的东西 也非常非常多种 这是受到最大的影响的 在我们心脏外科这一块 不外乎就是一些支架的问题 不外乎就是一些半膜的问题 对 还有调节器 对还有调节器 那半膜它为什么要有变化 它中间到底演变的过程中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遇到什么状况 为什么要引进新的东西 为什么还要研发性更新的东西 这不是现在过去 大家反正同一个时期 我这个顶个死价钱就好了 那么这家公司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 它在过去是 copy人家做出来的东西 还是真正参与了研发 做出来更新的东西 可是原因是我打个一唱 就是说你这个讲的部分 我完全给理解 所以这部分我是同意一切的说法 就是说假设有个一材 假设都是半膜好了 或者都是支架好了 它有支架界的LV 跟支架界的凯迪拉克 但它也有支架界的平价 譬如说March这样子的一个 或是一般的包包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只针对凯迪拉克 我只针对LV来定个LV的价格 我并不是要把LV定成 这个一般包包的价格 我把你打断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它真的是 一模一样的东西的话 它不会有差价到11万以上的 可是看起来是啊 因为都是看到文字 是但它内容绝对不是的 原因是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想因为大家的讯息都从媒体来 那媒体的质表 就是都是这样子质的 譬如说他们就举一个例子 是差价最高的11万 它是一个品牌 某某品牌的人工心扮膜系统 还挂号是整组的 然后有医院收45万 有医院收33万 所以价差是11万6113块钱 那你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写出来看起来一样 那所以叫做叉叉品牌的人工心扮膜系统 还有不一样的 绝对会不一太一样的 因为你大家就想嘛 我来自于一家小小的医院 我自己也待过台北荣总 我待过很多医学中心 那你就想 我们医院怎么去定这个价钱 我一定参考医学中心的价钱 然后我今天是个业务代表 我今天是一个医院的采购 我绝对不会笨到说 这家医院同样的 一模一样的品牌的东西 我在这家医院卖多少钱 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 要差十几万 绝对不会订这样子的价钱出来 它绝对是中间文字看起来像 它的内容物绝对不像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相信 不管是我们公家机关 不管是我们私人医院 大家的采购部门 不会笨到这个程度说 差这么多 然后我还能欣然接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听起来 对这样天然有道理 所以假设是一个媒体误解 或是说是一个连健保署都误解 就我们把它搞清楚 就我们确定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才来定一样的价格 这样可不可以 如果是真的是一模一样 同家公司同样品牌 在不同的医院会差到 十几二十万的话 那我真的跟你讲 这家公司就要先被开除掉了 因为这家公司就不老实了 因为你在这么小的一个小岛上面 然后执行医疗 我擦个几十公里的路 然后你卖给我这个价钱 你卖给他这个价钱 你擦个三五万 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在台北市中心的医院 跟我在南投的小乡镇的医院 当然可能在物价上面 可能会有点 但是差不到两三万块钱 绝对不可能差到十几二十万 那为什么健保署的认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才讲 我们心底都难过了 就是说你所有参与这个东西的人 根本不懂你在讨论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单纯看LV车子 你可以看到LV是LV的这个价钱 它看起来也许都是一个鳄鱼皮 做出来的皮包 但是一个血管的支架 在跟一个心脏的调节器 跟一个心脏的瓣膜 它里头改一个小东西 它事实上就牵扯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要牵扯 因为流利血的过程 瓣膜如何打开 如何让血流过去 如何让那地方不要形成血栓 如何去做些事情 非常多的精密的东西在里面 它的差异点可能就来去在这个地方 如果一个心率调节器 以前一开始都叫心率调节器 它放进去的心率调节器 那个东西只能用七八年 电就没了 那个东西装进去之后 它不能去照核瓷共振 它不能去做什么 那随着年代一代一代的去改革之后 它还是叫心率调节器 但它现在用比较新的科技之后 它的导览线也比较稳定一点点 它消耗电池也比较少一点点 它都是同一家公司出来的 同样一个东西都叫做心率调节器 但是它中间的演变的过程 有非常非常的差异性 所以差异性的价钱是在这个地方 绝对不会是同一个产品 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这么笨 医界也不会这么笨的 所以云医师的意思是 第一个是健保署没搞懂 那所以一般的消费者 在媒体报道也没有搞懂 第二个就是说 那他们之所以要坚持 是因为永远都需要进步 永远都需要有最新的东西进来 让有能力去做选择的人 可以选择到一个最好的东西 如果说 刚刚就像秘书长所说的 有办法搞清楚到 同一个项目 同一个品牌的同一种 医财的时候医界愿不愿意同意 愿不愿意应该要管理 如果说是这一位医师或管理的人 他是实际操作的人 他所订定出来的 譬如说是 如果是我们发展协会 我们心脏外科的代表 有参与这样的东西的话 你们没有应邀参与吗 没有啊 就是没有 而且你看他里面的人里面 有保险公司的代表 有医界的代表 有社工的代表 消息会的代表 但是没有真正心脏外科执行手术的代表 他都是医师去做代表了 但是他是公卫的医师 他是一般的医师 他没有一个真正做心脏血管外科的医师 或者心脏血管内科的医师 去参与这个会议 所以这样订定出来的东西 我们当然会忧心 我们当然会忧心 是因为我们已经面临到相同的困扰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国际上面 去参与很多国际会议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很多新的东西 我们想 这也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家一看 哇 要来你台湾市场 市场又不大 你们限制这么多 还给我 谈价格 对 我根本就不要来你这个地方 那谢谢 那你们就是用基础的就好了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 反正照样用 还是可以救到病人 但是有更多的东西 又可以让民众自己去做选择的时候 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 去做自己想要的选择 好 随便说你同意吗 我想 原医师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参与过共理会议 共同拟定 共同拟定会议 特材共同拟定会议 他如果参加过共同特材拟定会议 他今天就不会这么说吧 每一次在讨论这个特材 要不要纳入健保局部 特材就特殊一材 对对 就是现在讲的特材 这个特材要不要纳入健保局部 要不要部分这个插了几步 那个都一定会邀请 这个项目的 例如说心脏科拿一个东西 一定是心脏科的医师 到现场 这个绝对不是像原医师所讲的那样子 拿出来给大家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亲自参与的 我一直也是希望说民主长说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说 开了40多次会议 开了这么久的会议 这么对的话 站出来 捍卫你的价值 为什么一个电话 陈时中部长一开个会议 就把整个事搁置下来 因为你已经讲了 我开了这么多次会议 我拟定了这么多 这么多专家都进来了 那为什么你们不敢站出来说 Oh yes 我做得很对 我已经做过该我做的事情 为什么不做呢 好我们先休息再回来 我想这也是消费者 一般的我们要去看的地方 就在于说 如果说李伯章署长 真的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 但是后来因为总统一出来说话 就不敢坚持的话 那我想当然这也就是 大家担心会不会有所谓的政治力介入 或者就是会像原医师所说的 那代表的是 是因为总统说话吗 还是你本身做的调查 或是先前的前期沟通 就做的不够好呢 所以我们休息再回来 回到蓝宣时间 即使和现场邀请到的 医病双方代表 一位是心脏研究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他也是台安医院心脏血管外科的 原名其医师 另外一位的话 是这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他本身也是健保委员 担任过四年了 他是吴荣达秘书长 那我们继续来谈 所以显然的 从透过两位在场的来宾 我就发现说 这件事情的沟通 其实要花很多的心思 而且要很细腻 所以刚才原医师这样讲 但是很显然 因为可能在共理会议上面的 心脏医师的代表 可能不是原医师 所以到底这个部分 到底怎么谈的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 就像刚才原医师所说的 政府部分 李伯商署长有像原医师所说的 现在放弃了吗 不敢站出来了吗 我应该是这么说了 其实我们在现场或者是会后 我们看了大概五月份 六月份的健保会 然后有把那个核价的 因为本来的核价 怎么去核价的 我还没那么清楚 但是现在是四项的核定的 一个价格的一个机制 那现在采取的这个 目前的核价机制 是对医疾来讲 是比较不利的一个状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讨论过了 因为它是不同品项 或是不同世代的 这样子功能的东西 把它混在一起的话 确实它是有比较粗糙一点 那在这两个一个问题 跟状况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案子 为什么在那一次讨论的时候 在六月十三号会议的时候 才会说八月要不要再 暂时不要实行 然后就这一个特别事 因为部长在那一段会议的时候 特别讲了说 那个非常非常极端不合理 那个价格应该要定一个管理机制 这个是要的 再来对那个粗糙的 那样制定价格的那一个部分 应该更细腻的 就各种不同品牌 不同功能 不同世代去分别来做一个讨论 这两个部分是因为确实这一次的定价部分 这两个部分没有顾及到 所以才会说要进一步来去做探讨 所以应该说这个说法就是说 其实也不像刚才袁医师所说的说 这个健保署就说起来了 就不敢振臂几乎了 他们有啊 就是一直在六月十三号那一天 连部长都还是说 他要往去制定上线 就是更精细的方向去迈进 这才是我们下道的地方 你公告的东西是经过审慎的 公告之后大家一下 怎么会是这样子 然后再赶快喊停 这是我们担心的事情 这不是国家该做事的方法 这也不应该是制定东西的方法 刚秘书长也承认了 中间有点瑕疵 不该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我觉得这就双方都可以去妥协 但是公告的东西是很可怕的 公告代表已经审慎平 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同家公司的 你当然要设一个机制 你在台北荣总卖多少钱 你在林口长根医院 私人医院卖多少钱 你在南投的乡下的医院 这个东西应该卖多少钱 应该合理去划 那中间不会有太大的落差 这个订定出一个东西来 我认为非常合理 但他在一直不停在进步的东西 不停在进步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架框上 因为在电脑的选项上 他都叫做心脏瓣膜 他都叫做心脏调律器 我很难跟你讲说 这个是心律调节器 因为他有加装防血机制 这个名字会变得非常农长 你变得很难去做这个 所以如何去订定 一定要是大家被认定 是真的有处理过的人 而不能说是其他人 大概是一样的字 我们就订这个上线好 这样会害死大家的 所以接下来你原则上 合理的制定一个上线 一个价格管理 你是同意的 只是说他必须要留一个弹性空间 让他不断的进步 站在我们的医师立场 我当然以我台湾的医师立场 我当然是最便宜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 能够引用到我的民众身上 这是我们当医师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就是又便宜又好 如果是很好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花到这么多的钱 我当然希望这个病人装这个东西是最好又便宜 所以我当然希望能够参与这个制定价 但是不要因为制定的价钱 阻碍了发展 阻碍了新的东西 更进步的东西进来到台湾 这是我们忧心的事情 那会不会是先前代表心脏科的医师 他并没有完全的反映心脏医界的意见 我认为也不太会 所以我才一直觉得在制定的过程有点 如果大家看我的脸书的话 我一开始是说 你既然敢公布了 代表所有人都是可以兼得起考验的 你应该坚持立场 结果没想到 不到一个周末的会议 就把他喊停了 这个是我个人看在里面 最忧心的一件事情 国家制定法律 国家制定公告一个正式的法律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做法 因为我相信蔡总统也搞不清楚 因为她还是临时听一下报纸杂志 她是看群组里面的一切反弹 突然间群组一个反弹 就把整个四年多的辛劳就 没有了 对啊 我觉得这个政策是这样子有点荒谬 所以我们才觉得说应该花时间来讨论 但我要提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刚才原因是提到说 可能这个意见的沟通过程 不够清楚掌握到意见的意见是一个之外 但是有人在讲说 是不是因为 其实中间的价差 是要让医生他们在诊疗费 长期在健保的里头 其实都是诊疗费支付过低 那但是又不好说 把它加进去之后 导致健保费又暴涨 对于民众来说又成为负担 所以就把这个医材 可能赚到的差价 转了补贴给医生 千万不要去混淆这件事情 因为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厂商 他要在全台湾的各个医院去生存 他要说我这边多拿点钱给张医师 那个地方拿点钱给李医师 那他怎么生存一下 他那不会是个别的医师 会不会是医院的分配 绝对不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件事情 因为医财的价债 坦白说他可能可以比较高 那他如果多出来的利润转嫁到这个医护人员的福利上 这样子没有吗 在财报上面是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在过往里面 如果这家厂商有赚到很多的钱 或是赚到适当的钱的时候 他们会把一笔费用 赚到了费用 当做教学研究经费 这个教学研究经费 也就是像我的协会成立的宗旨 就是我们要有机会送我们医师出国去进修 我们要有机会让国际的专家学者们 能够来到台湾做演讲 这些都是叫做交研经费 这些都是一些负责任的一些医疗厂商 应该要储备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医界才能互相做交流 我们才可以得到新的知识 但是绝对不会到医师的口袋里面去 随便说 那这个怎么跟一些媒体报道 或是说一般的说法 你们质疑的部分又不一样 我想大概两个部分的一个补充 第一个在63号的现场 医界的有部分的医师的代表 他甚至讲 就是健保局过低 所以我们在智慧来 这个智慧所段的钱 来补这一个健保局过低的问题 他不是针对特定项目来说明的 他是整体说 因为健保局过低了 所以医院当然在智慧的部分 现在大概成长越来越快 那次会议的逐字稿我们都有出来过 没有关系 反正我在现场我说明 所以明早先听到这样 他们有几个医师确实有发言说 健保局过低 所以应该自费来补健保这个问题 我们有针对各部个别的项目 这第一点 第二我想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公告是八类 然后大概有几百项 还有一些是法令公布以后 现在是逐项逐项的 逐渐要提到先由健保会委员 然后来先做一个初步的审查一下 初步审查是不是要有健保 差额挤付的部分 如果同意以后 然后再回到健保署 然后健保署再讨论这个价格的定顶问题 像我手上 所以医师会很精细的 一项一项来讨论就是了 我现在像我目前来讲 现在分配有三项 其中一项是跟心脏有关系 一项是跟颈椎有关系的 像我来讲 我看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 我是非常非常细心在看的 我可以讲说 我是对着我的良心 非常精细在看的 你怎么看 你看什么样的资料 看这是一个项目 一本啊 一本是一个项目 这个整个项目 这个就是一个项目而已 这个是这么多的资料 所以你要去评审 它的价格应该落在哪里的时候 那个价格我们不去讨论 要不要纳进去 怎么去纳进去的 大概整个这个部分 做笔记啊什么的 这个一本就一个项目而已 像这个你看这个是 颈椎的部分 颈椎的部分 所以现在的机制上 从了那个法令公布了以后 要怎么去 要不要纳入健保的差额几步 现在是有多一个机制的 之前那个巴达雷公布 是没有经过这道索区 现在有多了这道索区 那健保的讨论通过 要差额几步的时候 再到健保署去 再去他们去讨论说 到底要订多少的商店的问题 好我们要先休学 再回来 就是说 其实我先有听到 有关于说 这样的一个差额 是不是去弥补 这个诊疗费 所以那时候我也记得 我曾经在节目上面 讲过说 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认为 该给医生 足够的专业的诊疗费 所以要加 就直接去加那个 不要这个挖东墙 补西墙 但是原因是说 没有不是这回事 那所以呢 如果不是这回事的话 那我觉得问题应该更简单 所以我们休学回来 最后一段 医病关系 医病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差距 可不可能 透过这一两个月的讨论 更加的接近 然后呢 符合双方的利益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那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医病双方的代表 来聊聊 有关于这段时间的 医财争议 到底该怎么样的去面对 我相信了这个问题 第一个他应该要被解决 应该去被面对 但是双方也应该可以抓到一个 双方都各自可以接受的点 所以呢 双方有他们各自的期待 先行原因是这样 你希望是怎么样 我非常谢谢大家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真的要表达就是说 我们医师最希望的是 好的东西不要受限 能够进来这个地方 一个法定的制定 一定要能够落实 要确实去执行 我个人绝对不会去车厂去看说 我看了一大堆书之后 我就会觉得这个车子 应该定在什么价钱 因为我不懂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真正有参与定价的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产品的研发的过程 他使用的过程 他为什么要定出这个价钱 那一模一样的产品 我们一届绝对不容许 在同样一样的产品里面 有十几万 二十万以上的差距 那也相信 我们台湾的医师 绝对不会因为 医材弄到我们的薪资上面 这是非常不合道理 也对我们医师 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你也不会去接受说 同样明明是一个东西 是有那么混乱的价格 那再一个就补一个问题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觉得医疗费 有没有偏低的状况 因为接下来有个议题 是健保费不要调高 你觉得有关医生的诊疗费 应不应该放进去 当然应该了 你知道我看个病人 才150块钱 还要被扣掉很多钱 你想想看合不合理 好 所以听起来 这是下一个 我们可能会要讨论的话题 那所以这两个事情 如果可以不要混淆 再一起当然最好 那秘书长 你的建议 对我们觉得 萧继维一直在强调的 在医兵关系不对等 或者是对资讯的不对等之下 我们认为 对一个不合理的一个价格 应该要定一个 上限的管理机制 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呢 就这个 怎么样去定定 这个合理的 一个上限的问题 我们也赞成说 比较续腻的 就不同厂牌 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世代 然后来去定一个合理的价格 这个我们是赞成的 第二点 第三点呢 因为大家强调说 资讯的公开透明化 所以我们在 消极的部分 也在持续在做 我们在收集 大概各个自备的项目 或者它几部的项目呢 有比较特殊的 不合理的价格的部分 我们会逐项把它做整理 整理以后 我们定期的来做一个公布 那这公布呢 让消费者能够知道说 哪一个医院 这个有关于 同样一个特材的东西呢 它的价格不合理的 我们也来做一个宣导 跟公告 来保证我们消费者的 一个合理的一个选择权 那至于那个健保 给付的部分呢 那是无可奈何的事 因为 你说减料费是不是 因为它就是这么一块大饼 每一年呢 就是成长百分之四点多 五点多 给付的部分 收入的部分 就百分之二点多而已 所以它一定是逐年在增加 那对于这个偏低不合理的 有关于一时几步的点数部分 我赞成调整的 这是我赞成调整的 只是说 逐年的 然后大家去讨论说 应该先调什么 应该先调什么 不合理的马上调 不合理的先调 这个我是赞成的 OK好 所以我觉得应该一码归一码 如果说这个 医财的费用 跟医生的检查费混在一起谈 我当然觉得 最好能够各自来处理 那我想未来这段时间 我们可能要面对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也希望政府 也不要说一个政治 就像袁医师讲的 你过去花了那么几年的时间 去调查 突然之间好像就要踩煞车 或者是停下来 如果觉得当初觉得重要 那就不应该停下来 而是去把它调整出一个 医病双方都能够接受的 最好的方法 那更不用说 接下来还有这个 健保费的相关话题 我们的节目 都会为大家一一关心 好非常谢谢今天 袁医师还有 乌荣达米首带 到我们的现场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